不是我特别想知道啊 王明天老是老说 他说哎呀 我从小特聪明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大姐您应该是 因为他们俩 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嘛 他小的时候真的很聪明吗 是很聪明 爷爷很爱嘚瑟吧 嘚瑟 嘚瑟到时候没发现嘚瑟 但是特别聪明 大姐您得说实话呀 在家里边你们会争执吗 小的时候 没有 我妈们都会争执 但是我很恐惧她 为什么 因为她极致的完美主义 在一个她教育我们的时候 她基本上是直输胸易 直接了当 完了她不会 她会口无遮拦地去教育你 所以我们很恐惧 我举一个我第一次 去中国教育电台 做节目的例子 当时我系了一个 我认为这个真皮的皮带 还是很拽的 我就系了一个真皮的皮带 但是我并不懂 这个灯光一打 那个皮带就变成红颜色 她回来教育我的时候 非常的严肃 那种严肃让我感觉到内心很难过 因为本来觉得是一个 你看我 很开心的事 终于很开心了 但是我后头反映过来一个问题 她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她 一直是她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 她不给自己在这些细节上 有任何瑕疵 所以她会觉得这种东西 你作为弟弟也应该和我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后边的工作当中 我为什么会格外地要求自己 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上 她确实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 我觉得一个人能成为别人的榜样的时候 她就是最聪明的 你这也太会夸了 平时照顾爸爸妈妈 你们四位谁最多呀 现在是姐姐妹妹 大家都各尽所能吧 我哥照顾的最多 因为 他应该照顾的最少吧 他在这个出力上 出钱上做的是最多的 平时爸爸妈妈 是不是也是比较偏腾他一点呀 我爸我妈特别喜欢他 在我为什么从小心里有阴影 就是她不光对家外头的老太太有影响力 她在家里头的老太太 她同样具有杀伤力 只要是老太太 对 我们是没有火路的 所以 所以妈妈对他好一点是吧 爸爸对他也特别好 但爸爸不表达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家人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 今天我也稍微有点激动 就不善于表达 但是比如说 他一回去 因为他知道他最辛苦 他一回去 我爸就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你哥今天回来了 他现在休息 你们 他醒了 我再告你们过来 我们一般 只要他回家的时候 他在家的时候 我们进家先是捏手捏脚 跟耗子似的 因为怕影响他休息 只有看到他醒着的时候 我们才会欢声笑语 但是看到他累啊什么的 我们会迅速地就安静下来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